世界上最甜蜜的工作 年薪67万 只需每天去吃永远吃不完的糖果 加拿大一家糖果企业面向全社会应招产品感官检测工程师 说通俗一点 就是糖果是吃源 这份工作不需要你有任何经验和学历 而且还能远程工作 但应招者需要对糖果非常热爱 且年满5岁 还必须是居住在北美 每天只需要工作8小时 主要工作内容就是负责帮助企业品鉴各种各样的糖果甜食 并且在试吃后给出相应的评分和改善建议 为企业生产不同的糖果建言宪策 从某个角度来说 试吃源直接关系到生产出的糖果是否能在市场上畅销 每天 一名试吃源大概要试吃116块不同口味的糖果 一个月算下来就要吃下3500多种糖果产品 太多的摄入甜食会导致增加蛀芽等风险 因此公司表示任职后将拥有全面的牙科保险 这份工作有好也有坏 好处就是爱吃糖的你 每天吃糖都可以吃到饱 不仅不要钱 还能拿到高薪收入 当然 坏处就是容易把身体吃出毛病 那么 这样一份白吃白喝还有人发工资 吃吃喝喝就能赚钱的工作 你是否动心了呢